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一名记者 穆罕默·洪赛因自2016年起 遭到埃及政府扣留 星期五这名记者终于重获自由 回到吉萨和家人团聚 这名埃及籍的记者 2016年12月从卡塔尔首都多哈 结束度假 返回开罗机场时被捕 并面对散播虚假消息 和参与被禁组织的罪名 如今被扣押超过4年之后 终于获得法院批准保释 等待调查结果 不过每个星期必须到警局报道两次 埃及总统穆尔西2013年被推翻后 政府及亲政府传媒批评半岛电视台 同行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等等 伊斯兰组织 因此视半岛电视台为国家公敌 并在2017年起封杀对方